哈喽大家好 为了遏制不断飙升的通货膨胀 加拿大央行今年已经连续六次加息 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央行的基准利率就已经从0.25%上升到现在的3.75% 但是以目前的利率根本无法抑制通胀 因为房产市场的拖累 加拿大央行根本无法像1990年代那样大刀阔斧的加息 尽管如此 央行加息仍然大幅推高了借贷成本 导致房产市场持续降温 10月份全国房屋销量于去年同比暴跌了36% 新房市场销量也大幅下降 上个月大多伦多地区新房销量同比暴跌53% 比10月份10年平均水平还要低49% 这也是自2008年以来当月的最低水平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 10月份抵押贷款利率成本同比增长11.4% 这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房产市场崩盘以来从未有过的速度 这引发了人们对房产市场崩盘程度的担忧 经济学家说 现在的家庭债务和调整后的房价都远高于上个世纪90年代崩盘前的水平 房价银行在几个月前就预测 这次房产市场崩盘要比过去更加严重 为什么现在的泡沫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崩盘还要严重得多 这是因为现在的家庭债务和房价泡沫更加严重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房地产崩盘期间 为了给通胀降温利率也快速上升 在短期内一度高达13% 但是当前的房产市场与过去不同 与收入水平相比 现在的家庭债务和房价要比过去高得多 就拿多伦多来说2022年10月的平均房价为109万加元 税后收入中位数为8.5万加元 在1989年房地产崩盘之前 平均房价为27万4千加元 税后收入中位数为5.5万加元 根据国家银行的数据 在2022年第二季度 一套住房的抵押贷款成本 占到可支配收入的63.9% 为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房价自2022年2月的峰值已经大幅下降 但是在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背景下 人们的负担能力已经恶化 相比之下 在利率更高的1991年第三季度 一个家庭用于住房相关支出 只占到可支配收入的43% 比现在要低20%多 这是因为虽然1990年代的利率更高 但是现在的房价比那时候要高得多 而且相比房价现在的收入水平远低于1990年代 过去房价低收入高 现在房价高收入低 所以现在的购房者压力要比过去大得多 上个世纪90年代 房产市场崩盘持续了6年时间 市场用了近10年时间才复苏 现在的房产泡沫要大得多 通常房产泡沫越大 崩盘的时间越长越严重 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报告 现在大约一半持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人 已经达到出发利率 大约占到未偿还抵押贷款的13% 只要优惠利率继续上升 这个数字就会跟着上升 就在两周前 加拿大最大的抵押贷款机构 皇家银行报告称 他们31万名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客户中 已经有12万5千人达到出发利率 这意味着他们的月供利息部分增长了很多 有的人所有的月供只是在还利息 还有的人月供连支付利息成本都不够 加拿大央行在报告中估计 已经达到出发利率的人 月供平均增加5% 那些在浮动贷款利率出于历史最低水平时贷款 贷款期限又较长的贷款家庭 比如30年贷款期限 他们的月供将增长20% 如果达到出发利率 月供大幅增加后 贷款人连利息都还不起怎么办 这个时候有两家善解人意的银行帮你找到了解决方法 道明银行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现在允许借款人把每个月未支付利息寄入贷款本金 不过借款人的贷款本金增加也是有限度的 CMHC最多允许贷款本金增加到原贷款金额的105% 也就是如果你过去贷款100万买房 在努力挣钱还月供几年后 你的贷款余额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会增加最多有可能会变成105万 在房产市场低迷时期 房贷成本不断增加 房价反而不断下跌 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欠款金额超过房屋价值的风险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下抵押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房产市场能尽快复苏 但是要让房产市场复苏 必须让人们的房产负担能力提高 要实现这一点只有两种途径 要么抵押贷款利率需要大幅度下降 现在来看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因为通胀压力仍然巨大 另一种途径就是房价大幅度下跌 至少下跌到接盘侠能接得动盘的程度 目前看同样很遥远 因此房价只会继续下跌 本周加拿大央行副行长罗杰斯说 我们需要降低房价 以恢复加拿大住房市场的平衡 并让更多加拿大人买得起房屋 但较低的房价可能会给最近购买的人增加压力 他们的资产将减少 这可能会限制他们再融资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 当前加拿大房产市场最大的矛盾是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盘需求 同不断下降的负担能力之间的矛盾 只要这个矛盾解决不了 房产市场就不可能复苏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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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